歡迎大家提問 The first part of your question they're using gift cards, either gift cards or purely blank cards the main thing with the card is they have a magnetic strip on it where they're encoding stolen data, so the nature of the card doesn't really matter, it's just a piece of plastic with that data on a magnetic strip for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question Hong Kong has been more prevalent for this, not at all this is actually a global crime trend just now you'll see in most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London, most cities in Europe, Middle East and quite a few in the Far East, we're seeing gangs of primarily East Europeans committing this kind of fraud so there's, actually the number of cases in Hong Kong i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to certain other cities Yes 剛才Ian說過 其實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這些犯罪集團 在不同的國家 利用這個手段 我相信其中香港可以 為何他們會進來 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比較容易 出入境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我相信是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我們的跪圓機 我們是一個很方便的城市 我相信這個也是一個主因 其實在這些案件裏面 損失通常都是銀行的 包括海外的銀行 或者本地的銀行 這個視乎銀行之間 他們之間有一些對於 某一種卡的協議 現在因為有些算是本卡 已經換了一些財源 它的形式和池帶不同 會不會有罪資料 我們相信是可以的 暫時來說 但現在這一批卡 你都看到了 全部是沒有晶片 仍然是用池帶來記錄的 那些銀行客戶的資料 請問導賞後資料 有沒有任何銀行 居民在香港 有些資料沒有被人導賞 還有另外想問 昨天捕捉的一個男人 說他在2011年3月 就擁擠他 成功了24分 為何時間差不多成 就在這三年才捕捉這個人 其實沒錯 這宗案件就是牽涉 第一個被捕人 他是三年前在香港犯案的 之後我們就把他的資料 放在通緝名單那裡 所以他今次來香港犯案的時候 他出境也啟動了這個紀錄 將他在機場截停和拘捕 是否說他三年前犯案 他擺放了通緝名單 他昨天出境的時候 可以再捕捉嗎 是的 沒錯 另外客戶資料那裡 是否有香港人 沒有的 沒有香港人 我們暫時看不到有香港人的資料 或是否有香港人的資料 根據我們的資料顯示 所以現在都看不到有香港市民的卡 被盜用的 在歐洲集團 在這些歐洲集團 這些跨國集團裡的卡 那些主要的銀行的卡 主要是來自哪裡 我們看過都是歐洲一帶的地方 那其實也有些可能是美國 澳洲都有的 但是主要都可以說是一些歐洲的國家 那我問問就是那四百多鐘呢 師傅說Madam那裡為什麼沒有聲音 Madam那裡為什麼沒有聲音 Madam那裡為什麼沒有聲音 中間Madam那裡沒有聲音 有可能有幫助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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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根據我們過往的 拉了個案件 和我們的情報分析 所顯示 主要盜取的送用卡資料 絕對大部分都是歐洲的銀行所發出的 那到現時為止呢 在過去呢 我們都不見有我們香港市民的卡 那些銀行的資料呢 是在這些卡那裡出現的 那主要是歐洲 那我剛才說過 那也都有一些涉及美國 澳洲 甚至俄羅斯都有的 那他們去到幾個月來的賺錢 他17日來的 17日來的 17日來的 對 對 7月17日來的 兩個都是 我們 檢獲了大概八十五萬港元 我們現在還在調查究竟損失有多少 我們會積極地向這方面調查 因為都要和銀行那邊去看看 不會這麼快會知道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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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都重要調查 來 arrived arrived 那一年的時候 那個人的時候 是不是他曾經出過香港 代入香港 為什麼他當年出入不拉 他今次又會拉路 這方面我們會跟入境處去再看看 究竟那個系統的問題 其實一一年他是離開了 一一年當我們接手這件案件 銀行的時候 他已經離開了 檢查班的紀錄 他已經離開了香港的境 那之後你為什麼要告 你為什麼要告 這一個就可能是一些 這個我們還要了解 亦都可能跟他換了 本身的護照有關 因為我們在一年 擺了他通緝名單的時候 他那本護照是舊的 那他離開了境後 他申請了一本新的護照 所以那個護照號碼 跟他以前的號碼是不同的 那這個亦都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我們會跟入境處了解 是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其實要確認 一個通緝人士 就要幾個資料方面 要一起配合的 是 是 是 這個我們就不方便猜測 那我們還是會跟外面的銀行 了解一下 這樣 這樣 其實禮品卡 其實禮品卡它本身就是 主要是那條池帶 其實剛才我同事說過 主要是不關他的禮品卡 其實它跟白卡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可能方便他入境 被人截查 他用的時候 他身上代的是禮品卡 是不是 那它後面那條池帶 主要是將一些 data 用一些叫做編馬器 我們叫做 是將一些 valid的 就是一些 有用的 偷取回來的 外國客人的信用卡資料 這樣輸了進去 而這樣用的 啟動那條池帶 對 對 沒錯 對 掛完機 他也是 read那條池帶 而已 每次 其實就 最近我們看的案件 警察人 他們通常就不會說 那張卡那個 帳戶很多錢 他們會一次過拿出來 為了掩飾他們這個 和減低他們的風險 他們通常一次是會 嘗試禁 一至幾千元不等 是 他們會分開多次 去禁止那些錢 我相信他帶來香港的 那四百多張卡 因為你看到 其實全部都是屬於外國的 不同的商業機構的卡 沒有香港的 池帶 它是整好了 還是在酒店才會 池帶 它本身的卡會有池帶 記載的資料 只不過還有一個編碼器 再將一些其他 即我剛才說的一些銀行 戶口的資料 那些編碼器在香港 還是外國的都會 這個我們正在調查 這個我們正在調查 因為我們剛才拿回來 還要去驗電腦 驗這個編碼器 我想問他本身 擁有那個 就是賣的 還有一些策略 如果他移入 那些 效率之內 就不會是 如果他沒有做這個 還是他擁有這一部 他們已經可以 懷疑的 可以做這個 他沒有做那個 行動 也不會是 當然 你說如果是 擁有一部手提電腦 或者在街上 工作地方 被警察接聽到的 當然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配合其他的 好像這個案件 那樣 有一些白卡 我們俗稱 有池帶的 的卡 或者是一些偽造 我們叫做偽造的銀行卡 同一時間 你又有一個編碼器 在身上 或者在你處所找到 連同一部電腦 電腦裏面 亦都是有一些 類似有關的 的Data 的資料 那麼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定會構成一個 涉嫌或者可疑的地方 是不是 四百幾 找完了 四百幾張卡裏面 全部都有 是啊 是啊 沒錯 電腦我們還沒有查到 是啊 我們都會 那是有位主腦 還是熟悉的 我們相信其中一個是主腦 對 沒錯 那是 還有一人 那是跟他的卡片 有沒有設定 香港的提款 那樣 怎樣 有沒有設定 在香港的廢牌 每天都可以設定 一萬塊 二萬塊 一萬塊 通常這些柴人 他不會這麼高的 就是剛才我位同事都經 他通常都是按千多至三千塊 有 又視乎每一個卡不同的 其實你每一個卡 每一個銀行 其實每一個卡主的卡 可以按到多少錢 其實每一個都不同的 你的credit 的background是怎樣 又不同的 所以這一個是很難 一概而論 是 我相信他 提取了一些港幣之後 換回歐落去走 準備 對 因為這件案子還在調查 正如我剛才說 我們還在調查 有沒有其他的可疑人士 所以很難說 是不是已經完全沒有這些卡 對 其實就是像你去外國銀行提款 用你的Visa卡 或者用你的ATM卡 一樣 你都可以去外國提款 不涉及外國銀行 不涉及 你說損失 損失 我剛才回答過的問題 很視乎 以及這些卡的 Isuine Bank之間 他們有簽到什麼合約 而去決定 誰輸錢 怎樣損失 已經實在 實際被人拿了些錢 那客人 譬如 如果是你的帳戶 那你 將卡在你身上 其實就跟一般的credit卡一樣 你將卡在你身上 而身上有人盜取了你的資料 去做了一張新卡 那現在通常的銀行 都不會要求那個 那卡主去給錢的嘛 只要他認為 他真誠相信你 是被人盜用了資料而去 那一般呢 就是銀行輸 那一定有人輸的嘛 銀行他會 自己去輸了這一筆錢 那些卡在你身上 就是一些 我們剛才說的 是禮品卡 他只不過在禮品卡 他將他的那個 池帶上面 再用一個編碼器 再去 encode 另外一些的 我剛才所說的 信用卡的資料 這樣 而令到他 因為你ATM機他不是人 他不會知道你的那張是什麼卡 他只是 read你的池帶 一個由英國來 兩個都是羅馬尼亞籍 一個由英國來 一個由羅馬尼亞來 一個由羅馬尼亞來 sorry 第一個拉那個是由英國過來的 是的 倫敦 還沒進去 還沒進去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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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問他 那時候在國際上 和羅馬尼亞籍 和羅馬尼亞籍 這一年的案件 是 除了被捕的羅馬尼亞人之外 還有另外三個羅馬尼亞籍 是的 四個在一起 那他們四個就 不是 四個都是通緝的 離開了 是的 因為我們警方接這宗案的時候 他們已經全部離開了 已經 是 沒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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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丹的案件 是24萬 港幣 好 謝謝大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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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